大家好 高興 又來到CG Channel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相機 看看葡萄牙的相機 小女子都在葡萄牙做生意 都很有興趣想知道葡萄牙的相機潛質 最近我不停地去網絡 很多外來人士 可以說Expat 其他的Digitonoma都來了葡萄牙 COVID完了 他們都想試試 闖一闖 亦有很多生機的機會 引起我去看看 可以在葡萄牙做甚麼生意 我在網上查一查 原來這50個想法 可以在葡萄牙做甚麼 讓大家想一下 一些資料搜索 和給大家一種靈感 葡萄牙在2005年 一直都是生活質素 在世界排名第19位 領先於法國 德國 英國 韓國 其他經濟或技術 那麼先進的國家 發現來到葡萄牙 我們生活的指數 或者質量 真的高了很多很多 喜歡去沙灘 喜歡去潛水 喜歡去服務 這些Quality of life 在英國很難有 尤其第一件事就是天氣 第二件事 很多生活指數的東西都便宜 相對於便宜很多 Wealth life balance 更加可以多知多財 就算是星期五個小時 去沙灘已經令你生亡神靈 講一下我們有甚麼生意的頭腦 或者生意的想法 第一件事就是開設電池生產廠 葡萄牙的鯉仔土資源非常豐富 集中在這幾個地區 葡萄牙的鯉仔土地區 葡萄牙的鯉仔土地區 還有Viana do Castello 這些地區 在鯉仔土地區 有很多這種鯉 就是來自 江沙盧的 細蒸位蒸的岩田 歐洲最大的鯉礦田 位於 瓜爾達地區 由這間公司 叫Gupermotor經營 據稱 它的存量是有30年的生產 你的價格上漲的預期 是對這種礦物的需求不斷增長 這種礦物是用在電動 汽車和電池 是非常之有用的 代表你的這個行業 非常之存在有商機 有抱負的企業家 如可以利用這一點 為建立電池的因素 事實上 歐洲消耗了全球超過20% 電池的你的供應 目前仍然不斷有這樣的需求 第二點就是 開始銅線生產的產業 在葡萄牙開展 另一種有利可圖的生意 就是銅線生產的業務 葡萄牙是歐洲最重要的抗產生產國 是歐洲領先銅的生產國之一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為了在這個業務獲得更大的利潤 將你的工廠選擇在銅廠附近 將你的目標令你更加回報 第三點就是鮑魚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釣魚 鮑魚這個行業非常之分寬 鮑魚是在公海的鮑魚 鮑魚是在公海鮑魚 全球上是海上的非常強角 在葡萄牙漁有非常悠久的歷史 人的平均食魚的魚量是非常之高的 它的登錄點主要是在群島裏面 按年度總登錄的重量越來越高 所以有一個非常大的全球魚市場 你可以利用它的業務來創造、外匯 第四點就是開設魚類加工廠 如果你說去捕魚的話 當然要將魚去加工 當然葡萄牙非常之需要這些工序的工廠 尤其是如果你想利用魚業 就是開一間魚類加工 就是在罐頭、乾燥、切魚 使用火腐劑可以補救更長的時間 世界上最古老的罐頭魚生意工廠 生產商在葡萄牙叫做 第五點就是開始商業、農業的業務 農業其實在葡萄牙非常有商機 關於大規模種植 農作物、自養動物、魚類、鳥類 其中唯一賺取利潤 在大多數情況下 這叫做機械化監作 葡萄牙而生產多種農作物 例如蕃茄、橙、桔、檸檬、綠色的蔬菜、大米、玉米、小物、大物、橄欖、油脂、堅果、櫻桃、食用菌、乳製產品 其實這些 list 我真的很驚奇 原來是這麼長的 加琴和牛肉 很多這些產品都在這裡種植 第六點就是開始家具製造業務 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做家具的店鋪或是一個廠 為了利用這一點 因為葡萄牙有這麼大的農村社區和工業 你可以開一間製造家具的工廠 化妝椅、雙人梳化、其他這些傢俬都非常有用 七點開做紙袋製造業務 沒發展的林業裡面 投資者可以想一想 就是做一些做紙袋的業務 眾所周多知 紙袋是用來做零售的 現在我們每個都要容易浪費過去 是一個很大的業務 可以去供應很多不同的公司 第六點 如果做紙袋製造業務 也可以考慮一下製造業務 每間學校都要有練習簿 我手上的這些紙袋製造業務 在葡萄牙有林業 也不是一個複雜的業務 但有很多種類 也有很多人需要這個產品 九點 當然是開紙藝業務 藝術式的形式來做 不是做大量 可以用來剪接、縫合、模製這些物料 第二 第十項是開放式番茄加工廠 當然我們剛才說過的 葡萄牙很有名是有番茄 他們出產番茄 而如果你住在葡萄牙 一種小區出產很多番茄的小鎮 你可以建立自己的工廠 價值不太高 亦可以幫助本地人民找工作 啟動資金來創造工廠 但好消息是非常有利可圖 世界任何地方供應這個產品 做食用油的生產業務 食用油是葡萄牙爾種植 各種橄欖、油脂、堅果 而是生產食品為名的 如果你正在找葡萄牙開展業務的可行業務 這個選擇是非常有用的 平常開食用油的公司是集資而成的 它實在是需要錢 但你可以放心 這個生意無論是季節、幾何學都好 都有人買這些東西 每個人仍然日值都有人需要食用油 大家介紹一下第十二點 跟大家繼續分享 下一集我對大家如何實行這道生意 講一下其他十幾點 其他十二點 可以怎樣開葡萄牙小生意或大生意的商機 希望大家喜歡聽我們說 生意的商機 希望大家的朋友 考慮一下來我們這裡做生意 大家可以有些想法 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不妨按LIKE和FOLLOW 好 再見